然後再講說我們的Strategy 到底我們是要怎麼去 步我們的公司的一個 往下怎麼走 我們把市場做大來 能夠去做全球的佈局呢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第一個是我們是 Global 我們是Global加Local 我們希望說我們不是只有在台灣 有在Austin有在Michigan 同時我們需要在很多不同的國家裡面 我們都把這個市場做深一點 比如說我們在Facebook 在日本的Facebook是我們自己的Facebook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的Activity 是我們需要說我們自己能夠去 Expand到這個地方去 Local地方去 同時我們在 我們希望說在這個 Utel Store裡面能夠很大的 目前我們在 53個國家有6000個Store 然後有在美國一些大的Store 在賣的同時在 歐洲和日本都有很大的 一個市占率 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重點 我們現在談一個 花點時間談的是 Marketing的東西 畢竟我覺得 Marketing 我想是行銷是我們公司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畢竟我們是跟一般的公司 不太一樣 是我們需要說 我們在開明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有世界 Worldwide Exposure 不是只有一個 Local Domestic Exposure 我想這在你們 以後在研究的時候 事實上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麼去把你的產品 能夠推銷到更不同的 領域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 strategy 第一個是 我們告訴人家 我們產品是什麼東西 叫 spread a message 這是我們第一個 stage 所以今天 兩年前的時候 這個 Adonit 事實上是 沒人知道什麼東西 No one knows what's Adonit Go to Google No such name on the word We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所以我們是用自己的方式 去 spread a message 我們做一些 create campaign 做一些 一些 message 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 Adonit 我們有什麼產品 我們做什麼東西 這是最基本的 Stage 1 Just spread a message 告訴大家 我們什麼東西 這樣子 第二個 同時 在往Step 2的時候 我們需要怎麼做呢 我們 finally Celebrity 有一些有名的人 幫我們去做 endorsement Artists 或Design 都有endorsement 比如說 這個 Roger Capellan 他是魔戒 還有這個叫 Man and Black 3 或是Green Latin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Visual artist 他幫我們 endorse 我們產品說 Yes, Just Touch is a great product It helps him to make his life much easier to create product 所以這是我們在 Stage 2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spread a message 之後 告訴大家 有這 Adonit 產品出來之後 再來是說 有這些Celebrity endorse 之後 讓我們的 over the market 一些的 message 能夠更能去 spread out to more customer 這是一些他的作品 你會知道說 每個禮拜 我們Facebook上 很多User 去Post他的Picture出來 You're amazed 他們的Picture 在IP上畫出來 可以畫這麼漂亮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 amazing It's not from the computer It's from iPad It's from our status This is the picture he drew 我想真的是amazed How useful 或是How do you help them to create much creative product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有價值 這是另外一個他的作品 再來是 到第三階段 說 大家知道我們產品之後怎麼辦呢 我們要留住客人 我們希望我們的品牌 大家知道說 這個成功之後才不錯 我們希望可以留住他 那製造一些brand loyalty 然後知道說 Our product is good product And our product loves to have it 所以這時候怎麼做呢 We have a user tell the story 所以剛才看到一些campaign裡面 看到說 It's not user to tell the story 有些user告訴說 這些都是我們不同的user 去告訴我們的user 就是說 I have this product status from Adoni 那這是my product How can I do this product to the customer How can I create a value for this kind of product 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在我們的 在marketing campaign的學院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說今天你從告訴別人之後 然後進階道是 讓你的user告訴其他users 你的產品的好處 事實上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一個 有特色說 我們不是只有靠自己告訴別人 再來是說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叫做Hardware Software Integration 軟硬體整合 所以我們在JugTouch產品 或是我們這個叫做 Pixel Point產品裡面 我們都有很多叫做 Apps跟我們結合 目前有大概20多個Apps跟我們結合 說我們讓我們產品 能夠在這20多個Apps 能夠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要結合在一起呢 很簡單 今天我的硬體只賣100萬人口 但是這些軟體公司加起來 比如說我們講說 這些軟體公司 這20個軟體公司裡面 他的user 搞不好有一個billion 可能是有10億人口這麼多 或是5億人口這麼多的user base 他假如說能夠跟我SDK結合之後 我的品牌自然而然就會expose 到這麼多人口去了 一個billion的人口去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我們講是非常非常expose的一個tool 你不要去把你定義產品說 用自己去推廣它 這是不夠的 而是最慢的方式 你需要說 要leverage不同的channel 或不同的system 去把你的品牌把它推廣出去 所以我們的硬體能夠跟這些Apps 搭配之後 事實上我們的market exposure 就可能超過1 billion exposure 再來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很非常重要的是說 我們最近有跟兩個大公司做一個 叫brand的一個partner 叫brand association 今天我們希望說 我們產品品牌是adonna 自己走之外呢 我們希望說 比較大的一些company 能夠更有一個same kind of vision 或same kind of idea 或same kind of concept 我們產品跟它的產品 能夠互相做結合 做更大的效益 所以呢 我們上個月 我們跟Evernote Evernote 事實上 是一個 它有54個million的 5400人口的 一個user 然後呢 它有25 countries office 它這個很大的app 在IP上有很大的app company 我想他們能夠跟我們做一個co-brand的結合 我想對我們而是一個非常大的注意 畢竟 it just put my name to be 54 million customer right ther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怎麼去把自己的公司的image 或公司的market 能夠擴展越廣越好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再一個start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所以just cube 是我們上個月跟他announce的產品 那再來是Adobe Adobe 也在上個月跟外面announce說 我們一樣是做co-brand的產品 他們跟我們合作一個Adobe的產品 這產品叫做mighty正 Napoleon Adobe我想大家知道 幾乎是每個產品 每個人用PC都有Adobe Adobe Reader 你去PDF檔案 都有Adobe產品 所以說在這個結合上面 你可以發現到說 事實上我們 為什麼這麼多軟體公司 能夠跟我們做結合 能夠做一些的 觸控比公司上去往外延伸出來呢 我想這次告訴大家 事實上 能夠讓User 能夠覺得說 他的iPad可以使用更多的方式 那是最好的 但事實上 然後Beyond that 我想他需要 去associate to want a company have a creative mind 這很重要 Adobe try to tell people We're not just a status company actually we're a creative company We're just create a message to the customer 我們可以提供更多創新的產品 讓你去使用 這個觸控比 只是one of a step Only step one 叫觸控比 但之後呢 我們還有很多產品 跑出來 不是只有觸控比 而是很多 Creative的工具 給大家使用的方式 我想這是一個一個 我們在 往前走下去 發現到說 事實上 這個Creative 創新是無限的 觸控比 只是我們當年 一開始第一步 在觸控比 是我們把品牌做大來 把致命做好來 跟一些大公司結合之後 一個非常好的 starter 但之後呢 這就是beginning only 就像說 當初Nike賣鞋子 賣衣服之後 他現在賣什麼 賣這個fuel band 他賣一個fuel band 去detect 你的人的血壓 或是運動的東西 很多公司做很多產品化的 這個產品系列 可以去based on 它的growth 去做一些分佈 做一些的成長 我想我們公司 因為朝這個方向 去由這個 status 就是beginning 去expand more territory 這樣子 那同時呢 我跟介紹一下 我目前參加一些expaction event 我們參加這個CS 參加德國的EFA展 然後 Las Vegas的CS 還有這個台灣的Computex 然後 對對對 就參加這些不同的展覽 這樣子 讓更多更多的user 或更多的這些的 通誤商 或更多的一些的message 能夠知道說 我們的品牌 或是我們的一個地位 這樣子 同時跟大家介紹說 我目前這些Social Media 的maintain 這樣子 OK Facebook Twitter Tumblr 什麼東西的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想這個東西 我們大家非常非常熟悉 我想這個是一個 因為這個 在兩三年前 可能不是那麼的 popular的時候 是讓我們覺得說 It's kind of very important investment to us 所以真的是 我們花很多很多的 時間和精神 在做這個Social Media 的connection 然後我們同時呢 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目前得到一些 不同的award 都Good Design Red Dot 還有if 都還不錯 然後 這個就是the end 因為這個video 事實上我們本來要放這個video 但因為小姐剛才放過了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坐這樣 OK 謝謝大家